创世基金会台东奔院7月22号即将举办一场舞动奇迹欢乐一下同乐会 19号上午特别在柜田酒店举行的记者会 邀请乡亲在暑假期间一起来参加同乐会 而票券所得也会拿来帮助创世基金会台东奔院所安养的植物人 要提升这些著名的生活品质 创世基金会台东奔院一直以来为植物人提供安养以及稻宅服务 为了替院内所安养的院生争取更多资源 提高生活品质 将在7月22号举办舞动奇迹欢乐一下同乐会 台东的柜田喜来灯酒店也很认同 免费提供场地及多功能娱乐室给创世基金会使用 台东柜田喜来灯希望借着这样子的机会 让重视植物人尝照的这个公益活动 那也借着我们饭店的设备 那也愿意无偿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赞助 希望更多的社会 我们的乡亲朋友们更能够来付出 来帮忙尝照植物人的工作 创世基金会台东奔院所收治的30多名院生 有三分之一是因为交通事故所导致 因此19号上午的记者会中 也邀请了小朋友担任交通大使 上台表演作为宣导 特别感谢柜田喜来灯酒店 那我们主要 主要其实最初共享是在暑假办一个同乐会 那同乐会一个地方呢 那当初找得非常辛苦 那台东其实企业呢也比较少 那最后选定在柜田喜来灯酒店 主要是因为在饭店 那空间也大 然后也比较舒适 那所以连结之下 柜田喜来灯酒店真的很帮助我们 愿意免费的提供 那个当天的设备 以及场地给我们 我们大概也评估下来 全台大概爸爸妈妈总会有一些时间呢 他会是规划 带小朋友不管出国也好 不管在台湾的一个 玩乐也好 那所以我们特别在暑假来办一个同乐会 那其实这不限于只是说 台东县的家长跟小朋友 那我们也希望 外县市的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们 能够安排一次台东之旅 那刚好也可以住在喜来灯酒店的同时之外 我们也可以安排在那个时间 也参加7月22号的一个同乐会的活动 7月22号的同乐会 门票只需要500元就能参加 票券的收入也会用在院生身上 暑假期间除了荷家大小可以一起玩乐外 还能够帮助植物人 为社会灌注温暖 一起来玩吧 记者韩启伦台东市报道